各位姊妹,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我要赐给你们一伙伸心 阿浙赫尔先知书36章26节 今天是圣周六,按照一篇很古老的讲道词 今天大地一片静静,万乃无声,一片荒凉 万乃无声,因为君王睡着了 因为天主在欲区之内安眠,也可以说天主死了 或者更加好说,天主在耶稣身上逝世,死了 而我们对天主的看法,我们对天主的期望也死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天主很自然的 一定是那位掌握大权的,能够改变还语的 要风得风,要语得语的全能神 但竟然会死,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 这真是匪夷所思 不过,原来我们的天主的确是全能 但他的全能不是在于刚才说的这些能力的表现 而是在于在爱里面的全能 耶稣基督爱到底 而这份爱情是绝对不会死亡的 能够超越、跨越、坟墓的黑暗 在这里,天主在耶稣身上的死亡 不但改变我们对天主的看法 而且通过耶稣这份绝不挽回的爱情 要打动我们的心 要改变我们的铁石的心肠 要成为一个血肉的心 这是我们今天简选的圣经金句 来自今晚的光的典礼 首野尼撒里面的读经7 第7篇的读经 《阿浙哈尔先知书》 天主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份无限的爱情 改变我们对祂 以至对其他人对我们自己的接纳爱情 因为祂这样爱了我们 我们怎样可以不自爱 我们怎样可以不爱他 亦都不去爱其他人呢? 各位姐妹 让我们怀着这份信心 在今天的圣周六里面 在静直之中 体会上主那份无限可遇的爱情 我要赐给你们一火薪心 《阿浙哈尔先知书》 36章26节 《阿浙哈尔先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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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浙哈尔先知书》